拿了一罐饮料结完账后 马上打开来喝 接着趁老板离开 坐到柜台旁的椅子上 左右张望 双眼紧盯老板离开方向 就怕被发现 直接伸手打开抽屉 瞄了一眼站起来 确认目标再次走到柜台前 直接偷走抽屉离的钱财 这时老板娘刚好走了过来 一发现试图伸手抓住男子 但还是扑了个空 男子一得手快速离开 海风夜大雨滂沱 却有人动歪脑筋 到店家原本说要买饮料 却故意说要两百元鸡蛋 支开老板 然后目标对准收银机 最后板娘发现还是夺门而出 骑着车扬长而去 这是发生在华莲星辰二三号 晚上七点多 当时还吓着大雨男子动手行窃 本分局目前已掌握到 甘男子的身份也通报 各分局来协助揽查 那也在持续的扩大 调阅监视器 积极的将甘男子查气到案 店家损失数千元 警方一看监视器发现 尽管男子车是借来的 马上掌握他的身份 因为他不只有多项前科 而且还被三条窃道通气 目前全力追起中 TVBS新闻高居宏何可言花莲 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